作者 第一财经 钱同心 北京日报 新当学院士平均年龄54.7岁 最小年龄45岁 最大年龄65岁 60岁含以下的占90% 女性科学家有5人当选 其中 清华大学膜蛋白结构生物学家严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年45岁的严宁在清华大学任教10年 2017年 严宁赴美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·蒂尔曼奖席教授 并在2019年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22年 严宁宣布离美归国到深圳创立医学科学院 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名单中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1人当选 其中还包括同期大学胚胎发育与干细胞学家高少荣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遗传学家卢玉明 清华大学神经生物学家石松海 最大二院关心病和半膜病创新介入专家王建安等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名单中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10人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10人 化工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9人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8人 土木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8人 环境与清榜工程学部8人 农业学部10人 医药卫生学部11人 共涉及43个一级学科 覆盖院士增选指南中学科的78.2% 新当选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58.2岁 最小年龄48岁 最大年龄76岁 60岁含以下的占81.1% 在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人际医院院长夏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台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江涛等当选